今天我要帶大家去看的這個空間呢 是這個別墅當中的一個亮點 而且它完全解決了我之前認為 這怎麼可能 它是聯動式的別墅 而且它不是邊間 但它竟然有一個這麼棒這麼棒的採光喔 對啊 這個是我們當時設定的採光 採光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們這個採光罩 其實我盡量把這個空間把它挑高 那挑高的話這個玻璃就很重要 這個玻璃我們是用茶色玻璃再加肉依玻璃 中間是做強化膠的 這樣也不會因為萬一有東西掉下來 或是說重量上的問題 然後突然爆裂 那至於這個通風的問題呢 我們剛剛有特別強調 我們這個採光的高度是盡量拉高 所以在我們這個採光罩的下方 我們做一個電動窗 電動窗 對 當然這個一定要加紗窗 我們只要利用一指神功一按 再可能平常不通風 所以我們就把它壓力打開 整個室內的這個空間 就可以做一個通 OK 採光的問題解決 通風解決 然後比例的這個寬度 做得也很舒服之外 我們就要來強調囉 在這個採光的走道當中 你營造的氛圍 對啊 我想從這個廚房看出來 這面牆 我就是剛剛講的一個自然休閒風 會用一個灰色的板炎 來整個帶這個長蠟 然後搭配地板的印度黑 跟我們的宜蘭石 所以把它營造那種很休閒 放鬆的感覺 然後在這個長廊 大約在八九米的一個長廊 上面很輕鬆很快 而且八九米這樣的長廊 才可以有讓空間有非常棒的採光 支撐著三十六米半 這麼深的一個空間 是明亮的 那當然附帶的條件就是 我們又營造出原本的這個公共廁所 它是有通風有採光的 對耶 一般聯動式的這個別墅 中間那個廁所絕對是不可能有採光跟通風的 對啊 然後它可以採光 又有通風的效果 那當然我們中間的這個孝親房 喔 這間孝親房 全部都是有光線的 對 這就是這個長廊主要的一個功用 這是我覺得這棟房子裡面最重要 最有價值的 最有價值的 OK 那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下來呢 已經帶你看過了 新古典的客廳 現代感的這個廚房 轉身我們到後面要帶你去看一個 非常非常棒 有休閒感的休閒空間 是 在這邊對不對 對 請走得到 哇 好棒喔 走在這個廠房的感覺還不差耶